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位在台中市神刚区郡独里阳明桥下游这处护岸及边坡发生崩塌 通行的道路崩毁 担心会有意外 因此在边坡这边盖上了防水的帆布 摆放了护栏三角锥 拉起封锁线 防止民众靠近 而往底下一看呢 这个坛方处下方 还有一辆小货车惨遭掩埋 画面触目惊心 而民众呢 忧心忡忡 生怕贪荒 持续扩大 影响道路通行 甚至紧淋的民宅居住安全也岌岌可危 台中市议员周永宏以及立委何欣纯办理会刊 市政府水利局第一时间要先把这个可能持续掏空的状况 先把它止住 那止住之后在这个礼拜尽快把这个要整个附件的这个预算 经费跟工程其成把它估出来 估出来之后我们如果市政府不够要拜托市府 市府不够的地方都要拜托委员来帮我们协助 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 每一个住户通行的安全的权利我们都应该要维护 所以再拜托台中市政府能够更积极也请 尽数的把相关的附件的计划跟预算 可以送到中央来我们全力来支持 因为整体经费可能需要达四千万以上 当地的明代希望地方中央通力合作 让经费及早到位完成修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